大家好,我是小马之人,今天带大家看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地狱宝贝》,故事是这样子的,铁柱和怀了孕的妻子大娟子搬到一栋,瞅着就像闹鬼的房子,那他们为什么要搬到这儿呢?这就简单了,为我们演电影看呗,夫妻两人搬进来后,铁柱就开始鼓刀在阁楼找到的一盏灯,而此时的大娟子除了有点个应这房子以外,也是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但看就他们俩来刷这个鬼屋副本,肯定是有点费劲啊,于是乎给他们 安排了一个神出鬼没的鲁蛋NPC来打仪,解货就不要响了,不惹货就烧高香吧,鲁蛋告诉小两口,这房子里死过人还闹鬼,小两口听后坚持死过人的房子很难再死人的理论,便安心的住了下来,也不知道是哪个爹给出的理论,一天大娟子在洗澡的时候凭空消失,自此之后,大娟子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天神神道道的还偷门的喝血,一声滴吼就能吓跑恶犬,对于妻子的变化 铁柱是看在眼里,但也并没有太在意,毕竟妻子怀孕了嘛,在性情上有点变化也是合情合理,这时候鲁蛋NPC又不知道从哪嘎的蹦出来了,来提醒铁柱家里有可能有恶魔,而且自己在这生活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什么恶犬,这很有可能是跟在恶魔身边的幽灵犬 那么现在这种情况,你看你是选老婆呀,还是选孩子呀,铁柱想了想,我选亚索,哈萨给,面对面对,面对疾风吧,好好,你呢,惹不起,惹不起 紧接着铁柱在午休时,突然一个人钻进了他的被屋,铁柱以为是妻子想补充一下营养,但打开被子一看,竟然是一个没牙老太太 恼羞成怒的铁柱拿起灭火器,就给老太太抱头了 在大卷子的怂恿下,铁柱草草掩埋了老太太的尸体,第二天对妻子起疑的铁柱带着他看了心理医生 结果没多大功夫,大卷子便从心理医生的房间出来,告诉铁柱,医生说他没有病,一切正常 铁柱不信,老子花钱让你看心理医生,你放屁功夫就出来了,还说没有病,铁柱就要自己去问医生 可当铁柱打开门,大卷子就哭着把铁柱喊了回来 就这样,铁柱没有看见门后,心理医生惨死的样子 小两口回家后,两个逗逼警察找上门来,来询问老太太的下落 结果一通乌龙后,老太太竟然没有死,还跑过来对夫妻俩表示了感谢 哎,我就去了,你这是感谢他打得轻啊,还是买得浅呢 此房中发生了这么多诡异的事,却仍没有唤醒铁柱沉醉的心 这天在御市总铁柱偶遇突然出现赤身裸体的小姨子 鲁蛋NPC也不合时宜的突然蹦了出来 然后三个人开始抽大麻做法事,想要铲除恶魔 结果法事结束后,屋内突然地动山摇起来 而屋外却风平浪静,非常的神奇 就在这时,两个逗逼警察为了调查心理医生死因,再次登门 对屋内众人一番审讯后,两名警察无功而返 但他们却会见了为了铲除恶魔而来的两个牧师 两个牧师一致认为眼前的房子邪气极重,必将有恶魔降势 果不其然,当天晚上大卷子临盆即将生产,没想到他却放飞了自我 这可把铁柱鲁蛋NPC和小姨子吓了够枪 他们叫来了两个逗逼警察,不应该叫医生吗?不管了 反正两个逗逼警察带着两个看着法律就不怎么高的牧师赶赴战场 他们将大卷子绑在了床上 一旁的两位牧师手拿法器,口宗振振有词 兢兢零零,头带甲兵,左居南斗,右居七星 逆无者死,顺无者生,无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 给我生!大卷子顺利铲下一名男影 但这还没有完事,紧接着大卷子铲下第二台 而这台却是一个张牙舞爪吃人肉喝人血的小恶魔 别看长得小,这一屋子的大人拿他是瞪两眼珠子没招 甚至是伤亡惨重,小姨子手当其冲被咬死 紧接着警察一号被警察二号一顿乱枪误杀 然后是牧师一号被咬后,本想请牧师二号帮忙叫救护车 但牧师二号会错意了,直接一枪给他崩了 最后还是铁柱大发神威,拿起一只骨刀的灯 将小恶魔插死在了摇篮之中 一切过后,恢复正常的大卷子 为了表示感谢,决定用幸存下来的警察 牧师还有鲁弹NPC三个人的名字 为他们的大儿子命名,电影到这也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帮助别人一不小心 自己就变成儿子了,一说一笑的事莫在意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谢谢观看,拜拜